欢迎参观月灵花廊 大家好,我们是月灵花廊的展览执行,我是庆华 我是翔妍 那下回跟大家介绍一下月灵花廊 月灵花廊是在2001年由陈丽慧跟陈景梅小姐共同创办的花廊 那在经营花廊的23年期间 我们将视野放在台湾的现当代艺术权的发展上面 所以在早期的时候我们曾经代理过五月画会、东方画会 还有海外华人艺术家 同时我们在多次的展览期间 也会同步出版许多艺术家的相关重书 它不仅是作为展览的记录与成果 也是期盼可以落实经营现当代台湾艺术推广者的理想价值 那在一年之间月灵花廊的展规划 它大致会去分为新兴艺术家的开发 那或者是着重于车展实践的相关展览 以及前辈艺术家的经典的各展 展览轮替展出就可以大致地呈现出月灵花廊一整年下来 以及从早期到现代呈现的展览样貌 月灵花廊其实分成一馆跟二馆 那接下来就透过展览介绍 然后顺便跟各位观众一起介绍月灵花廊的空间规划 这边就是我们月灵花廊一馆的空间 然后我们现在的当期展览刚好正在展出 我们已经三度合作的日本艺术家水谷杜斯 那它这次的展览名称叫做幻影风景黄金相片 那接下来就带各位到里面看看它这次的展览作品 那这次展览的黄金相片其实就是指的是水谷杜斯长期19年居住在台湾 对于台湾的一个想象 那这次展触的作品分成三个系列 一个是幻影武器 一个是幻影风景 跟幻影地图 那武器的部分是对于台湾的政治因素所做的一种回应 也是自古以来人类在追求和平的过程中 产生的一些暴力相关问题的一种讨论 然后现在看到的这件作品呢 是水谷杜斯这次最新系列的作品幻影风景 它主要是在阐述艺术家他常年住在淡水那边的风景样貌 那如果对淡水风景有了解的话 它就是后面虽然都是山 但前面其实是车水马龙 然后高楼林立的 那它对于这样子的界限关系感到很有兴趣 因此在这件作品透过中间这个七餐的材料 描绘出城市与自然之间的模糊地带 那幻影地图就是从造型上面看 就有点像是台湾的晶片跟半导体 然后它就像是地图的直影 那直影的方向就是他所认为的很像黄金箱的台湾 路口的铁门 特殊的铁垢地板 跟装置在墙上的展台 这都是邀请到艺术家蔡志贤老师替我们设计的 因为我们希望整个月灵画廊的空间 都能够完整地营造出一种艺术氛围 做出最大化展现空间的可能 像这次的展览就是为了配合艺术家的作品性格 制造出有剧草效果的空间 所以这次的展厅搭配灯光的合宜使用 让地下一楼变成一个黑盒子的设计 所以在空间跟整个环境的规划上 基本上就是希望可以让艺术家可以自由地展现他的创作 然后也可以让艺术家的创作有更多展示的可能 那月灵画廊二馆呢 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那它有别于艺术比较沉稳的一个氛围 二馆呈现的是比较活泼轻盈的 那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有一大面的落地窗 那这个落地窗呢 它会反射出一年世纪太阳的光影变化 那艺术家在这边展出的作品 它们可以融合在大自然当中 让观者来到二馆参观的时候呢 它们会有一种像是在大自然观赏艺术品一样的感觉 那这间作品呢 是日本艺术家水谷赌石的作品 那它的创作理念是取自于它在日本驻村的时候呢 然后旁边有一个洞穴 那洞穴里面的上面跟下面都布满了长短不移的钟鲁石 那它将其的这个一个发想来作为它的创作 那我们会想把它展示在二馆市 因为它刚好可以跟二馆会投射出的光影啊 做一个融合 然后做个对话这样子 那再来带大家介绍的呢 是我们这边摆放一些比较小型的艺术品 那像这一件的话呢 它是艺术家水谷的作品 它是用药克力 然后里面封城着它对于一些人生中看过的回忆啊 然后风景 然后把它封城在里面 作为一个像宝藏一样的艺术品 那再来介绍这一件 然后这件是艺术家小西逛玉的作品 它做了一个咖啡池 它是用棚啊还有铁铸造而成的 那我们这边就是会展示一些比较小件的作品 就是希望可以让收藏家呢比较好入手 让艺术呢可以走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那像月灵画廊呢 我们以前最早期的名称是叫月灵家庭美术馆 那就是希望所有艺术品呢 它可以就是走入呢家庭之中 让我们在收藏作品呢 它可以均存在生活中的一部分 那看完月灵画廊一二馆呢 可以知道说我们月灵画廊是非常多元的一个空间 那在和艺术家讨论展览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可以让他们思考说 他们的作品是想要如何去摆放去设计 那非常感谢这部影片 然后也感谢艺术行李 对于画廊的支持 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好好地介绍月灵画廊给各位认识 这边是我们月灵画廊的QR Code 欢迎可以追踪我们的官网 然后随时查看我们最新的展览消息 谢谢